好,各位佛友们大家好 今天是1月20号 是农历12月初八 它是我们伟大的佛祖 释迦摩尼佛的成道日 又称佛的成道日 所以民间又把它称为是腊八节 就是佛祖释迦摩尼佛 在菩提树下修行成佛的日子 据佛经记载 我们伟大的佛陀 为了寻求人生的真谛 与生死解脱 依然舍去王位出家修道 佛陀来到了岸边 一棵毕波罗树下 发誓 经若不正无上菩提道 宁可遂此生 而终不起于做 经过七天积夜的思考 我们伟大的佛陀 我终于豁然大悟 认识了人生的痛苦的原因 以及灭出痛苦的方法 对宇宙人生真实的含义 有的彻底的觉悟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成佛和成道 在今天这么一个伟大的 佛陀成道的日子里 我们要缅怀 我们伟大的佛陀 把宇宙的真谛告诉了我们 让我们能够在人间 就能解脱痛苦和烦恼 我们要学会 懂因果 知善恶 众善奉行 诸恶莫作 方程 菩提道 我们要学习 伟大的观世音菩萨的慈悲 走上菩提道 让佛法能够在人间到处开花 结果 沿着佛陀的脚步 一直走向无上正等正觉 希望佛友们好好努力 今天就给大家开始到这里 谢谢